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宜蘭县长林姿庙为了行销北台湾妈祖文化节 带着县府团队组成打拼阵线联盟大跳热舞 不过却引来武党籍议员痛批 难道宜蘭变成要办活动制线吗 对此县府强调 大家都是用下班时间学务 绝对没有强迫参加 而且可以促进各局处交流 宜蘭县长林姿庙带着县府团队组成打拼阵线联盟 在台上扭腰摆臀大跳1990年流行歌 带动现场气氛 虽然动作还有点卡卡的 不过看起来有模有样 为了行销2019北台湾妈祖文化节 林姿庙带着县府团队撩落去 不过这个桥段却引来宜蘭县议员痛批 因为过几次已经应该已经够忙了 要有时间来跳这个舞 我就觉得很奇怪 看起来是好像一般活动自宪 很酸林姿庙宪宪政没做完 怎么有时间要求主管跳舞 更质疑跳舞跟妈祖文化节有什么关系 虽然有人不认同 但还是有人看好 有人喜欢有人反对 引发外界讨论 县府也赶紧出面澄清 而四个局处长出席率大概六成 而且大家都是利用下班时间练习 不影响宪政 你没有说上班时间来练习 没有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完全都是下班时间 请主管他们依照自己的意愿下来练习 县府再三强调绝对不强迫参加 而且还能增加部门交流 也是推广妈祖文化节的另外一种收获 不过平时严肃的县政团队展现活泼一面 不管外界褒贬如何都成功引发话题 解离科业一栏报道